将课程中学习到的人文塑养转化成实际的行动 林口高中学生就做到了 萧峰表示 这次集结参加学生代表比较特别 包括学务处卫生纠察志工队 及活动发展志工队 将近20名的同学 一起响应社区共好扫街活动 借此服役联合国永续城乡的精神 让社区和学校一同守护老街的商圈文化 这对参加的同学更能够真实感受到 在地人文历史发展的脉动 透过校内林口学的校本特色课程 并且在老师的引导下 学生自主筹办社区共好扫街活动 将课程中学习到的人文素养转化为实际行动 关怀社区林立 秉持实践精神 到学校周边及林口老街进行扫街服务 今天带领林口高中的同学 是他们自发信我们的卫州大队 来进行林口区社区共好的扫街活动 同时也是结合我们林口学的课程 以及校内的社区服务的精神 那我们希望借由同学的扫街活动 能够也服应我们联合国SDGS第11个目标 也就是社区共好的这个目标 还有第4个目标 优质教育的目标 这种让孩子能亲身体验说林口的商圈跟林口高中的密切结合 让大家也教学相长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活动 同学们一行人由林口高中出发 途经西林篮球场 嘉陵路 中正路 老街商圈及自强公园 建城商圈处为了勉励志工同学外 也向同学们讲述老街历史及故事 让同学做社区服务的同时 也进一步学习在地文化 感受林口人文历史发展的脉动 现在大学端非常注重学习历程这块东西 然后我们觉得这次兵分林口学 刚好可以结合服务与学习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才会来打扫林口街道 增加同学们的学习历程 同学在出发前呢 也经由AI的一些软体 来进行扫街路线的规划 跟一些扫街注意事项的搜寻 那还有结合了PBL 也就是我们的Project Based Learning 藉由同学去发现生活当中的问题 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希望能够经由这些教学目标 也能够促进社区的一个共好共融 社区共好扫街活动 福音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11永续城乡的精神 同学们视线经由AI软体的规划 整合扫街路线与扫街注意事项 教师并藉由PBL的教学法 引导同学针对真实世界的问题 导出解决方法 让社区与学校一同守护老街商圈 共创繁荣发展 记者胡宇轩林克采访报道